我知道民眾黨之前發表的那個能源政策 因為我看到的能源政策是只有把原本燃氣的50%移到 再生能源變成35% 提高了5% 然後核能是10% 感覺上就是2跟3嚴厲而已 那核四不知道你要怎麼處理 因為如果再把核四加進去至少可以到20% 因為在台灣最輝煌的年代 核能的佔比大概就超過20% 所以我希望我們的能源政策不要這麼保守 謝謝 這個我最近去南部 我就發現為什麼在南部 光電會有這麼多弊案 這個就是意識形態對台灣的傷害 因為民進黨有兩大神主牌 一個是台獨 一個是反核 其實這兩個都有問題 第一個台獨是這樣 我都已經準備好這一題 總統辯論的時候要問賴清德 美國政府已經明白地表示他不支持台獨 請問賴清德副總統 你如何務實地推動台獨 這現在就可以洩漏考題給他 這第一條 第二條 2025非核家園 請問你真的要執行嗎 他如果說s 我就說那你知道電不夠嗎 他如果說no 我就說那你是要反對蔡英文的證件嗎 所以我都非常清楚 這兩條他怎麼打都文系 為什麼南部的光電會出問題 他就先我要2025非核家園 所以核能要關掉 可是那個 你關掉以後電就沒有了 所以他那個風電跟光電要快速拉起來 如果按照正常的速度慢慢做 這個就沒有問題 因為你一個工程正常招標什麼 弊端就少 他就是為了要快速拉起來 所以就砸錢 你要知道齁 台電在過去兩年虧了4000億 為什麼 一度電賣給你3塊多 去買的時候買5塊多 還有買到9塊的 他為什麼要用這麼高的價錢買 這樣才會 才會快速成長 錢只要多了 火形砸抓到這邊很多 所以為什麼 你想想看 他錢砸下去 第一個 官商勾結就跑出來 再來你要蓋 如果你那個 要硬推 居民一定會反抗 對不對 那怎麼解決 黑道就來了 所以為什麼在南部 光電會搞到要88槍 就是這樣來的 其實正確做法應該是什麼 你烘電光電就按照正常速度去成長 等到有一天追上來再把核電停掉 OK 其實我剛才那個 他問我那個核電的題目 我其實應該要修改 他正確的講法應該是 再生能源加核電40% 意思就是說你知道 在光電跟風電還沒上來之前 核電不要先關掉 所以這條標準答案是什麼 核二核三要研議 坦白講 核一也可以研議 因為核一已經拆掉一半 先把它拆掉一半 你現在再回去蓋 有問題 核四是這樣 為什麼你不敢一下講核四蓋不蓋 核一核二核三都是統包 統包上 所以它的系統比較沒有問題 核四是分包 所以那個 我有問過專家 他真的要好好檢視 第一點 你一個房子蓋在那裡 二十年沒有用 那個房子會有問題 這第一點 第二點它是分包的 所以那個系統 是真的需要好好檢查過以後 再決定要不要用 所以結論是這樣 正確的講法應該是 核能加再生能源要40% 等到再生能源可以充分 做起來的時候 再把核能停掉 至於核二核三是一定要研議 核四齁 需要再檢查 因為那個真的要想想看 因為裡面 因為核四比核一核二核三 麻煩很多 好這大概是我的答案 好來 第二位 在哪邊 阿伯你好 我要問的是 延續你剛剛的問題 你既然都是分包 那我有一個問題是 我們在場的各位應該都知道 它在兩條地震帶上面 請問能用嗎 不能用 所以我們不需要再 花能力資源去做檢視 我們直接 也許有新的政策 我認為郭董事長有一個新的政策 叫SMR 小型核電的開發 我覺得它可以做區域器 符合不同的公司 可以甚至可以補助公司 它自己做自己的小型核電廠 不需要動用到我們的民生用電 所以 這一條是這樣 有人在講說 你這個核子潛水艇也是上面有核子爐 對不對 但是這樣 任何一個產商業 產業要計算它的成本 現在是這樣 SMR這個東西 到現在為止 還沒有商業運轉 它還是在比方說核子潛水艇這種在用 但是那個價錢太高了 所以回答你的話是這樣 也許未來 會有出現那個核融合 或是SMR 小型核電廠 這個我都知道 問題是 現在還沒出現 這也是一個很困難的題目 我們沒有辦法預測 10年後20年到底會出現什麼東西 所以有時候是這樣 我們只能按照一個大概的方向再發展 然後 當新東西出現的時候馬上轉彎 在座各位 我想在我們新竹一般來講說文化水準比較高 2023年 在人類歷史上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麼 有人知道嗎 CHAT GVT AI 人工智慧的出現 這個的威力 遠遠超過你想像的 你想想看 在一年前 在去年 那CHAT的GVT還沒出現的時候 我們還不覺得 這怎麼多厲害 現在一看到那個我就嚇到了 因為我去矽谷看到 人工智慧在教學很厲害 你唸一個英文 他在聽 然後可以馬上再唸一遍給你聽 還可以告訴你說 你剛才唸那句哪個地方唸不好 他是人工智慧 然後我可以開始教你寫英文 所以我跟你講 如果按照人工智慧 那一種一般看門診的醫生 大概五年後全部掛掉 你進去 你會不會頭痛 這個頭痛多久 哪邊痛 就這種問答式的題目 你問完以後他就開藥開給你 保證比現在的醫生都厲害 而且他還不會罵人 態度良好 不會疲倦 一天二十四小時隨時都可以看 哇 所以那種內科的醫生 我看這現在慘了 人工智慧 你知道 你那個人類要看什麼CT片子 電腦斷層 核實共生 一定拚不過他 而且他進步的速度很快 所以是這樣 我回答你的題目 你要講什麼SMR 這個我也知道啦 問題是到現在為止 他還沒真正可以商業運轉 所以常常是這樣 我們只能按照當時我們的技術 做國家的規劃 可是當有新的技術出現的時候 我們要能夠很快的應變 只能做到這樣 預測未來是一個很重要的能力 我的方法是這樣 這大概 在過去三年疫情你知道 你知道為什麼我在當台北市長的時候 我們在台北疫情應付得還很好 我每天早上開那個防疫會議 我就要求他們先報告 韓國日本香港新加坡 還有上海 在那個疫情的變化 後來我發現你知道 新加坡發生的事情 大概一個半月後會在台灣發生 因為新加坡是國際城市 所以他會有問題他會先跑出來 而且他新加坡跟華人社會很接近 所以我那時候發現說 我看到香港 你知道 那個醫院 那個急診處被擠垮 所以人家說 你怎麼會想出說 我們要設置那個叫什麼篩檢站 然後在醫院的急診外面 有設那個專門的處理的 因為我當時看到香港 你知道 香港就是 有病沒病都塞進去 醫院就垮掉 然後急診也垮掉 所以我當時就知道要輕重分流 有大部分的在醫院的急診處外面 再設一個篩檢站 然後在那裡做快篩 快那個PCR 開藥 這要解決掉 所以要跟大家講 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你知道 活在世界上 還是要讀書 為什麼你知道 台灣不是世界上最先進的國家 所以其他國家發生的事情 你要先看 他為什麼會是這樣 所以你們知道 為什麼我們COVID-19 台北市 出招都 都比中央精準 因為 我每天 9點的防疫匯報 先報告 日本、韓國、香港、新加坡 然後我都在 觀察他們每個國家的圖形變化 然後我都知道 凡是在香港跟新加坡出現 估計 大概一個半月會在台灣出現 所以台灣有將近40天的時間在準備 這個陳時中就是沒那麼聰明 所以 所以會應付得很不好 我們就是 所以要跟大家講 知識還是力量 看別人怎麼做 再思考怎麼做 下一題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要使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要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美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Foodsea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我們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